圣德高僧们的重要答复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 更正第三十道答案 请以此版本为正确 农历二月初一 第三十道答案 为什么法定等妙觉菩萨 都要再符合两大法规的内密坛场 才能做内密灌顶呢 原因是为了保护服务学佛修行人 防止邪师骗子冒充大圣人诈骗他们 所以等妙觉菩萨带头一身作折 非内密坛场而不能做内密灌顶 否则受贯弟子不得受用 这就防止了邪恶骗子冒充大菩萨 而高僧大德们绝不会冒充大菩萨的 也不会称自己能做内密灌顶又内密坛场 而只有邪恶骗子才会自吹是大菩萨 因为无论多狡猾的邪师骗子都没有建立内密坛场的功夫 首先在上地楚和天楚上 也改变不了身体虚弱体力衰竭的真相 就算能上地楚和天楚 但也冒充不了上法楚 更不可能有大圣量送菩萨一表 所以虚吹浮夸的邪师骗子 无论是多大名头的人物 只能空洞吹嘘 而不敢公众建立符合两大法规的内密坛场 因为唯一只有真正的大圣德 大菩萨必须是真才实料 才建立得了内密坛场 这是任何邪师骗子 假的大菩萨都做不到的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带大圣德们执笔回答提问 2018年3月17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